她說那好 彩华姐沒問題 明天就拿給你 但我家裡剩沒幾支 然後她就拿了一個小香蕉給我 興趣無音 喂 怎麼聊著就歪樓了 神秘舞進行舉辦特音會 成員們王彩华 王陽明 蔡昌憲和浩辰一同出席 當聊起台南會議 大家都感觸多多 好感動 因為我們相處了14天好快樂 其實裡面我最熟的就是長線 所以就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壓力 其實這個壓力是怕姐姐不知道 能不能融入這些小朋友的 那個梗裡面 就像講一開始很默奢 是啊 然後那時候我一直覺得她是大哥 所以我就很害怕 而且她都 對 因為她都 因為她酷酷的 又長那麼帥 我也不知道跟她怎麼聊天 然後沒有想到 唉唷 因為她好 私底下還滿小孩子氣的 會撒嬌也很甜 跟你撒嬌嗎 也會跟我姐姐 這個姐姐撒嬌嗎 怎麼撒嬌 怎麼撒嬌 我要先離開嗎 哈哈哈哈 誰嘴巴最甜喔 誰嘴巴最甜喔 Akira-san OK Akira-san很嘴巴很甜 而且她對我們每一個人都 呃 贊不絕口 我們變成像家人這種感覺 對 雖然演員們 我們去拍戲拍好幾個月 對 我們每次都說 喔 真的像家人 但這次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這次不是去移演 我們這次真的是用心去幫 真正需要幫忙的人 讓他們享受自己的生命 比較好 啊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你能不能翻譯一下 多去學一點英文啦 喔 還跳了 另外就是一間的參演 你們會擔心這個退打 鏡子退打的一個 你們會擔心嗎 不會吧 因為各有各的特色 對 所以 其實我們對自己的節目 還滿有信心的 我們的節目很溫暖 很有溫度 充滿了愛 有趣 好玩 看待神秘舞金行成員間的感情 已經相當深厚 當回憶起拍攝過程時 才華姐卻突然開啟爆料模式 她老婆好像更愛情趣用品 有一個演員很有名的影帝 跟我講說 昌憲他們在賣做情趣用品 說營業額一年一億多 我說真的假的 明天我要碰到昌憲 我要跟他吃飯 那我就賴昌憲 妳怎麼沒送我 他說那好啊 才華姐沒問題 明天就拿給妳 但我家裡剩沒幾支 因為我家裡有很多 然後我家裡只有廢一些 就是可能一樣 就可能要送朋友了 我們在吃飯的吃到一半了 然後她老婆就拿出來了 一支這樣子 她說 才華姐 這支本來是我要用的 然後她就拿了一個小香蕉給我 才華姐妳帶回家了 帶回家但我沒有用 我發現我沒有用 沒有 重點是她還叫我在上面簽名 要簽名幹嘛 妳要拿去送誰 妳要心去舞臉 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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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會插出什麼樣的火花啦 完全娛樂 任嘉軒 林玉峰採訪報導